如果把日军装备的38大盖换成老套筒 那你们觉得日军还敢嚣张吗 这个老套筒呢 其实还有一个名字 就是大家熟知的汉阳造步枪 是二战时期中国军队的主要武器之一 仿制德国的1888式委员会步枪 其实这款步枪的性能啊 极其一般 但是呢 当时的德国商人缓称这个就是毛色步枪 清政府呢 也是一窍不通 于是乎呢 就大量的采购设备进行生产 这一生产呢 就是50年啊 中国战场上啊 它的身影是无处不在 这个38大盖呢 它的主要特点啊 就是射程远 精度高 但是呢 它的威力却很一般 即便如此呢 它比老套筒肯定要厉害很多啊 如果我们给日军装备上老套筒 而八路军这边呢 我们给它换上38大盖 没有装备优势的日军 它还是八路军的对手嘛 如你所见呢 这边是100名的八路军战士啊 他们装备的主要武器 就是日军的38大盖 他们今天的对手呢 就是100名装备了老套筒的日军啊 现在呢 双方人马也就位 今天呢 双方人马已经消易了 便展开了激烈的交火啊 今天呢 是一场纯步兵的模式啊 没有任何的众务参与啊 以前日军的优势呢 今天是荡然无此啊 手里面换了新装备之后 咱们的八路军战士啊 看上去啊 就非常的阴影 虽然呢 敌人在不断的还击啊 但是呢 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啊 还是在往前通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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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呢 我们可以看到日军这边啊 全都趴在地上 不敢抬头啊 很明显呢 是被火力给压制住了啊 我专门呢 就没有看到他们有效的还击啊 对前排的日军呢 已经被全部给击毙了 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八路军的火力啊 是相当的猛啊 这个地面上被打的是陈祖飞啊 但是呢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 因为这个八路军啊 全部都站起来打 整个身体们都暴露在外面 我感觉很容易的日军给打中啊 虽然说咱们换了新装备啊 但是呢 多多少少也要注意一点自我防护啊 我怎么感觉这个三八大哥啊 打出了机关枪的感觉 这个护枪的火力有这么猛啊 所以看得出来日军啊 正在还击 但是火力方面啊 却不是很强 方方呢 持续在这里地底激战 但是呢 谁根据有优势啊 目前还看不出来 这些日军呢 像王八一样的趴在地上 我实在呢 是看不出来自使不活 也有可能啊 这是他们的一种战术啊 躺在地上呢 装死了 看到没有啊 这些日军呢 也不还击啊 是不是因为这个老套筒 他的射程呢 比较近 那这可以看到出来 八路军这边的火力啊 是相当的不烈 相持一段时间之后啊 这个八路军呢 现在呢 已经涌入到了日军的阵地了 而日军这边呢 似乎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很快的呢 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啊 现在呢 正在进行最后的清剿 已经听不到日军反击的敲声了 可以看得出来 战场上至少还剩下 三分之一的八路军啊 但是呢 日军啊 却被全部给击毙了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